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中如果有65岁以上的长者、6岁以下幼童、慢性截病患者或没有个人专用房间及位于设备者,入境后必须入住防御旅宿 最后提醒,不论居家检疫者和家人都要勤洗手,避免触碰眼鼻孔及做好咳嗽礼节 居家检疫期间外出最高会被罚款100万元,千万不要以身试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